欢迎来到紫苍的频道 今天这部影片是接续前一部影片 和大家讲台湾话声调的部分 华语和台语都是声调语言 华语使用者可以很简单感受到声调 只是需要系统性的做了解 分别处有差异的部分 如果是非声调语言的使用者 就会比较辛苦 在标注声调时 通常会利用五度标记法 也就是数字12345 1是最低音 5是最高音 像是音乐简谱一样 但不是绝对音准 而是相对音准 标注音高的变化 两个数字标示声调、降调和平调 三个数字标示转折调 遇到单音数字或接数字0 喉音符号则是短处收数 但在我们的书写系统中 并不会这么麻烦 五度标记法只会在刚开始学习声调 但标注不在声韵系统里的外来语时 才会用到 上次讲到台语的七声八调 是平嗓、去入、平、分、阴阳 但这是声韵的知识 通常台语使用者并不会说音频 会简单照顺序说 一个声调是低级调 比如 第六调台湾话通常已经不用了 这个样子 台语和华语相比 有三个音调是华语使用者本来不会用到的 分别是第四、第七和第八 在讲完其他几个后 我再特别拉出来说 台语第一调是高频调 五度标记法写成是四四 举一个发音的例子 撒 撒没有上声下降 维持在高音 和华语第一声基本上是一样的 妈妈妈妈的妈 撒底口滑的撒 妈 撒 妈 撒 台语第二调是高降调 五度标记法写成是四一 举一个发音的例子 从高到低 看华语的第四声是相近的音调 妈妈妈妈的妈 撒底口滑的 妈 撒 妈 撒 她举第三调是低降调 五度标记法写成是二一 举一个发音的例子 从低到更低 和台湾华语的三声是相近的音调 妈妈妈妈的马 撒底口滑的口 马 虎 马 虎 还有第五调是声调 路标记法写成是三五 举一个发音的例子 狼 从中到高 和台湾华语的二声是相近的音调 妈妈妈妈的马 狼 回头来讨论华语没有的三个音调 先讲不是入声的第七调 她与第七调是中平调 五度标记法写成是三三 举一个发音的例子 批 批在中间的音高维持不变 第七调像第一调但比较低 听看看差别 撒 批 撒 批 她与第四调是低促调 五度标记法写成是二零 取一个发音的例子 批 批 的声音在低音快速手术 等一下我们和第八调放在一起听看看 她与第八调是高促调 五度标记法写成是四零 取一个发音的例子 Zit Zit的声音在高音快速手术 我们现在把第四调和第八调放在一起听看看 批 Zit 批 Zit 但其实有一些区域的腔调 第四调和第八调已经不区分了 也连带影响到变调 以上就把台湾画的七个基本声调介绍完了 下一部影片会介绍变调 如果有什么想法 不管是觉得影片有帮助 或是觉得哪里讲得不清楚太难 又或是哪方面想要了解更多 请留言让我知道 期待我们在网路上再见 这此后 这次要让你再来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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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